情报司令 报复心思何等强烈 你不要来欺负我 别以为我小 铁穹系统 那是以色列发明的 那个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谁先打 谁就没有办法占据道德之高点 他在等待对方犯一个大错 那我就一次出手 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内部的危机 以色列遭受攻击 美国绝不会做事 美国在江河日下 哈马斯的弹药 最多只能撑X天 几乎一个困境 被人家围着打 是数战数决 与其打三个礼拜 不如打X天 距离如此之近 双方人口密度如此之高 又有这么强的作战决心 你能预料 他的惨烈性 是不是远远远远超过俄乌战争 那以色列到底面临了什么问题 这一次 能够让我们看到 以色列面临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 他的情报失灵 我想最近太多的专家说他情报失灵了 为什么他情报失灵呢 其实以色列的情报单位有三个 每一个在这个世界几乎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名气 包含他的情报是非常的灵活的 他的手段是非常的多样化的 他的技术是非常的先进的 我在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大家可能都看过的一部电影 叫做慕尼黑 那个他的英文名字叫慕尼黑了 他翻译过来好像不是慕尼黑我记不到了 就是当年在慕尼黑举办奥运的时候 有一个恐怖分子闯进了以色列的奥运选手的 他住的地方杀了很多他的奥运选手 我相信大家像我这个年纪的记得到 年轻的可能记不到了 这些完毕之后 以色列情报单位非常愤怒 然后他们组织了一个暗杀队 一一把这些当初在这个背后 主持这些暗杀计划的这些人 一个一个把他给杀了 这拍成了一部电影叫慕尼黑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见得到 你就可以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 这个报复心思何等强烈 他为什么报复心强烈 你不要来欺负我 别以为我小 这是一个展现给你 而且他报复手段是非常有效的 看那部电影你就会知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以色列在这个世界科技非常厉害 尤其在这种作战 因为他危机感强 所以你看这个叫做 打短程的这种反火箭的这种叫做 Iron Dome 他们叫做一个什么的铁穹系统 那是以色列发明的 那个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我在十多年前我曾经到以色列 看一个以色列的厂商 他说明他的一个电子监真系统 他当时展示给我看是什么样子的 他拿出了一个皮箱 就是你一个手提箱的 好比说我走到台北火车站的大厅 我坐到那里把这个手提箱打开 就这么小一点东西 打开以后他可以监真 所有这在火车站里面的信号 他可以选定一个号码 然后他一选定这个号码之后 他可以听到这个电话 如果正在讲话的话 他可以听到里面的录音的声音 这些讲话的声音 可以监就这么小的一个手提箱 他到哪里就可以监真正整个区域 所以他是非常先进的 所以以色列这么厉害 你就想想看 我这个手提箱拿了一个东西 到了这个加沙走廊 你们谈什么东西 他可能一心二手 他很容易去做到 那以色列的有一个情报 他有三个情报单位 有个情报单位 你听他们讲 他们会讲阿拉伯语 他们生活像阿拉伯人 他们的外形也装扮得跟阿拉伯人一样 所以他们几乎潜入阿拉伯世界 可以如入无人之境 就没有人知道他是情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次行动大到这个程度 有两千多个人 而且你可以知道 这两千多个人 有些人是敢死队的 所有的行动迷 我讲你 你冲到以色列里面 你有抱着回来的心吗 所以就是 你既然到了以色列境内 这么强大的国家 他们一封就把边界给封死了 你回不来的 那你几乎就是必死 所以这些人抱着敢死队的心情 所有的这些两千多人 基本上他在执行任务之前 一定会跟他的亲友道别 他的父母 他的妻子 会不会特别的抱抱他的小孩 他会不跟他太太讲吗 他会不跟他的爸爸妈妈讲吗 我要去做这个吗 几乎不太可能 完全不近人情 那一定有人会讲 那讲了这么多人 两千多人 你有一点音讯透露出来吗 这个加沙走廊有多少 我刚刚说的那种类似 就是阿拉伯人的 以色列监猎在那里 居然没有人 透露出任何的音讯 还有第三个 这一次他们所使用的武器 就是一开始使用的 这五千多美 他可以从加沙走廊 一直打到 打到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 我量了一下他的加沙走廊的 北端到特拉维夫的距离 大概是60公里 以前早期的话 如果说这些恐怖分子要攻击 以色列他几乎都是很近的地方去射击 几公里 那都是一种比较短程的武器 现在居然能够打到60公里 接着你就要去问了 这么多的武器打这么长 他要制造的 他是整个被 几乎被以色列环绕住的 他这些材料如何运进去的 就算你运制造好的东西吧 他也要运了 他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呢 这么多的进去之后 如果是材料 他要生产制造 他生产制造在哪里 然后完毕以后他要储存 他要搬运 而且从这一次的看起来 他不是说一个人打在那里 就在那里不动的 他是移动式的 所以他可能是一个车仔 就装了这个东西在走动 这些都是 怎么可能会情报单位 都没有注意到了呢 那就是因为 似乎真的是不可能 所以现在目前有一种说法 这是一个以色列的社局 什么叫以色列的社局 就是我想要消灭你 或是我为别的任务 但是如果我先打 你就知道现在所有世界战争 谁先打 谁就没有办法占据道德之高点 为了要占据道德之高点 引起全球国际的声援 通常我知道你来打我 我知道你要打我 可是我不反应 等到你打完之后 我才反应 这是一个 因为好比说 他对加拿大走廊已经非常不满意了 他一直都有一些纷争在 一直遭到一些恐怖工具 我们这里的人民一直生活在这里 就受到一些威胁 我想把加拿大走廊这230万的人 全部给他赶出去 就是你回到你们穆斯林世界 不要在我这个 这个里面 如果他有这种想法呢 他敢不敢去打 他不会去打 为什么 打起来才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你犯了一个联合国定的这个战争罪 发动战争罪 所以呢 他知道了 他觉得反而是一个机会 这是不是一种可能 这是一个 他在等待对方犯一个大错 那我就一次出手 这是一种 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也知道 最近就是司法改革以色列吧 是他建国以来 这么长的一段日子 最大的一次内部的危机 那大家也应该知道 制造战争 对外的战争 是化解内部危机的一个好方法 这是第二个可能 那第三个 当然就是以色列总统 纳塔亚夫 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正义性的人物 如果你去研究一下他的话 你就会知道 他的领导 事实上有点危机的 那会不会 他知道这些消息 他考虑到了前面两个理由 再加上自己要巩固领导中心 那我们就暂时不讲 让他打 打完之后 我们再反过去打 这是一种可能 那至于以色列现在 他面临什么危机 先讲假如这不是社局 就他真的 他的情报失灵 这是一个严重的 他的情报失灵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第二个 其实他的情报失灵 反过来讲 就是穆斯林更厉害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觉得这才是 他们真正要去思考的 穆斯林世界开始 不怕以色列加美国 那你也知道 这个就是以色列背后 就是美国吗 到底谁是谁的老板 还真的很难讲 总之 以色列遭受攻击 美国绝不会做事 那是不是就是 穆斯林世界 现在已经开始不怕你们了 因为他为什么不怕 如果没有美国 我想穆斯林世界 这些集体起来 还真的可能对 以色列会造成很大的 一个这个伤害 那他居然不怕 美国也加入 美国不可能不加入 所以是不是他们认为 美国在江河日下 美国现在受很多地方的牵制 好比说俄罗斯 好比说中国大陆 这些都是他们 可能想到的一些原因 这代表的是 美国以及加以色列的这个 在穆斯林世界没有往日 这么的强大了 就当我们不再害怕你的时候 这是以色列一个最大的危机 那接下来会有什么发展 首先我们来看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第一个 哈马斯抓了一些人子 那我看这些媒体 有的是说一两千人 有的说是一两百人 那不管多少人 他们抓了一些人子 我想至少是几百人 这些人子 如果我把它压回 加沙走廊的境内 藏在一些大楼里面 好比说我就把它 这是我们的基地 我就给你摆五个 这个以色列的 这个人子 那我也告诉你 你们人子在这里 那你会不会去攻击 这个基地以色列 他会迟疑 但是以我对以色列了解 他们这种心态 包含以色列人民 对国家的这种生死存亡感 可能被抓的人子 他都会认为没关系 你们打 我们以色列绝不能容忍 这种对我们国家的威胁 所以这个呢 就算抓了人子威胁的几率不大 第二个呢 现在以色列有先议部队13万人 后备部队46万人 目前他们已经动员了30万人 也就是以前现在他们已经能够作战的兵力 就在这几天到达了43万人 这个东西真的要值得我们台湾去好好审视 他们动员能力这么强 他们的边境啊 就是加沙走廊跟以色列的边境 大概长度是51公里 他已经囤兵10万人 再简单讲 他已经把加沙走廊彻底的封锁了 左边的海上地中海 那以色列的海军兵力是远远比 这个加沙走廊 这个哈马斯强大的 那右边我已经囤了10万了 那目前已经对他断水断电 整个兵力封在那里 你知道这已经几乎是关门打狗了 这是第二个情况 第三个呢 哈马斯弹药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正规国家 他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什么的 这个军事力量 专家预判哈马斯的弹药 最多只能撑几天 再加上前面说的断水断电 市面完全封锁 外界对他的援助几乎是难上加难 除了他的南边埃及那里 可能有一些 据说有一些他们挖的地道啊 这样运送 但你想想看 战争是何等的 一下子一个战争区做出来 那个消耗量多大 加上你没水没电 你那个地道能运多少东西 你能够临时就是制造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目前的就是哈马斯是处于一个 几乎一个困境 被人家围着打 第四个呢 当然美国现在已经宣布 要派福特号航母战斗进去 其实以色列是绝对打哈马斯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 非常大的力量打一个小的力量 那美国去干什么 美国去不是为了加入以色列去打哈马斯 美国的去世叫这个所有的穆斯林世界 请你们不可以 他在危险你们不可以加入这场战争 这是福特号最近几天动员前往那里去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因此我们可以预判 如果他真的照美国所说的 大家 逼大家不可以加入 那这个战争不会很久 因为实在双方差距太大 而且不但是差距大 他们距离之近 那么近的距离就在贴在旁边密度之高 那真是非常惨烈 那因此如果未来的发展 如果是好的话 如果是好的发展的话 我们预判他是数战数决 我相信现在哈马斯或加沙走浪居民 他们心中暴地的念头也是 与其打三个礼拜不如打三天 与其打三天不如打三个小时 我不管你谁胜谁败赶快结束好不好 这是最好的发展 数战数决 那接着数战数决结束以后 就会出现其他国家的进来的调停 这些调停会造成什么结果 好比说是不是 请加沙走廊的这些穆斯林全部撤走 这个几乎好像都很困难 那你不撤走 他在那里永远还是以色列的一个祸害 你去想想看他那个地图 就被以色列包着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国际间这些东西也真很奇怪 那些都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摆了一个威胁在那里 那要怎么解决这个威胁呢 我相信未来这些好比美国 伊朗这些各大伙都会介入 是不是怎么样能够寻求一个比较稳定 永远的这个和平 这是好的发展 当然坏的发展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那就是东边的以色列东边的穆斯林世界加入了 那哪个观察指标呢 先看伊朗 再看叙利亚 注意看未来两天三天 伊朗叙利亚有没有加入这场战争 我说加入这场战争到未必是他的军队打 你要知道伊朗和叙利亚他们都有非常好的无人机 现在战争很多都是无人机 如果伊朗叙利亚的无人机 真打一体的无人机也开始攻击以色列的话 这就是一个第一个指标就是 穆斯林世界加入了这一场 如果穆斯林世界加入的话 你可以清楚的知道美国不可能不加入 那以色列如果居于劣势 美国一定会去救他 就像我说的到底谁是谁的老板 是美国是以色列的后台老板 还是犹太人是美国的后台老板 这个东西很难去定义 所以美国不会做事不管 那坏的发展到如果美国也加入 穆斯林世界也加入 他的严重性就远远超过俄乌战争 因为为什么俄乌战争 毕竟这个国家很大 你看俄国现在在打仗对不对 你到他的东边就是远离战区的那里 你看他那里生活的人民一点都没有影响 你在那里所有的货物是充足的 所有的人民是非常轻松在外面交游 他一点影响都没有 可是以色列跟加沙走廊 你看加沙走廊 他的面积大概比台北大一点点 1.2倍 他的人口比大概台北少一点 大概是台北的0.9 0.8这样子 可是加沙走廊不像台北这么 有这么摩天大楼啊 一个大楼里面住很多人 他几乎都是平房 稍微高一点大楼也住了多少人 所以你知道加沙走廊在这么小的一个区域 几乎是布满了这些建筑物 这样子的战斗又贴着这么近 就等于台北市跟台北市跟台北新北市在打仗 距离如此之近 双方人口密度如此之高 又有这么强的作战决心 你能预料他的惨烈性 是不是远远远远超过恶务战争 希望不要发展到坏的方面 我们期望很快结束 然后有人调停这个战争 不要在这个中东那里 再制造一场非常惨烈的人间悲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